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忘了山顶 对 还有大地 都有 就像这样 这种像是在对画搞破坏的感觉 没错吧 很有意思 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 我这么做是为了让效果更加的明显 接着我要用手指抹开粉笔画过的地方 让它变得更加的柔和 透明的武器没错吧 在你抹开的时候还能看到底图 雾气的景象就这样完成了 粉笔还能够表现出水蒸汽和烟雾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看 这儿有一列火车 我想用粉笔画些烟囱里冒出来的烟 只要用手指轻轻地抹一下就可以 我们一起来看看 就这么做 看呐 底图显现出来了 表现出淡淡的烟雾 很好 接下来我沿着车轮画出水蒸汽 当然也是用粉笔在上面涂抹出来的 效果很棒 对 我还能画其他很多的透明的东西 比如说芭蕾舞裙 对 我只要用粉笔画上裙折 再加上一点点裙摆 就像这样 好极了 你不用画得特别的细致 简单地画上就可以了 很好 然后用手指慢慢地抹开 很好 完成了 很漂亮的芭蕾舞裙不是吗 我再画一个透明的幽灵怎么样 首先用粉笔画出幽灵的外形 看这是她的身体 这是手臂 手臂 对 轻轻地抹开 让底图显现出来 很好 接着呢 你需要舔一舔手指 哦 抹出两只眼睛 一张嘴巴 看 看呐 透视感极强 用粉笔磨几笔就可以了 自己试试看吧 要完成很棒的雾气效果 得先画一幅图 你喜欢什么样的图都可以 然后用粉笔轻轻地画在底图上 接着 你需要用手指抹开粉笔 透明的雾气就出现了 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画出其他的透视效果 像烟雾或者是芭蕾舞群轻薄的服饰 墓园 好的 来写生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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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都跑到哪儿去了 啊 啊 哼 我又有大型艺术创想的点子了 嗨 女士 请问一下 我想借用你一些东西可以吗 就在那边去吧 哦 好的 谢谢 我来看看 这 对 啊 哈 动手吧 我一定比较大型的项目 好 词 想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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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有个很不错的作品 那就是在墙上或者门上做出名牌 我们可以将名字做成黄铜般的效果 或者是任何你喜欢的颜色 各种各样 任何你喜欢的都可以 就像这样 任何你喜欢的 像这个名牌你懂吗 过来看看怎么做的 首先呢 你需要确定一下文字 什么都可以 比如说你最喜爱的足球队或者乐团 我要把我的名字放上去 那么就把你的名字写在印纸板上 大约呢 十五厘米高 不用十分的精确 像这样写就行了 很好 然后我们需要让字体变成圆圆胖胖的 你只需要绕着字来画 让它们变得丰满一些 就像这样画 这边也是 让字体看起来更加的圆润 很好 画好之后你需要把字剪下来 就像这样 现在呢 我要让这些字变得更加有立体感 我们可以拿过两张报纸 稍微的卷一下 再把它们压轴 顺着字的形状折弯 我们先要用胶带固定在纸板上 然后顺着字的形状 把它弯起来 对 这样可以让字站起来 你需要做的是用胶带进行固定 把报纸贴在纸板上 顺着字的形状弯曲报纸 用胶带固定住 你需要用到很多的报纸 让它变得非常的厚实 如果尾端剩下一点就剪掉它 然后我们再贴上胶带 如果你想把它正反面都做 哦 它会变得这么厚实 太棒了 圆胖的立体字母 我贴了很多的胶带来固定它们 你喜欢做几个字母就做几个 它们不需要很整齐 甚至大小不一也没关系 最后呢 你要把它们组合起来 这就需要一点点创意了 有很多不同的组合方法 可以像这样叠在一起 或者相互放在顶上 甚至胡乱的摆放都可以 这就需要看你有多少个字母了 当你确定好之后 你要用胶带把它粘起来 当然这可能会很麻烦 所以要多用些胶带慢慢的粘 完成以后就像这样 为了让它变得更加坚固 更加有立体感 把乳胶加入适量的水 涂在字母上 就像我这样 然后沾上卫生纸或者是纸巾 我经常这么做 我也很喜欢这么做 你看我做过很多次了 就像这样 涂上胶 然后沾上纸巾 要顺着字的形状沾 覆盖所有的角落以及缝隙 将整个东西贴上两层的面纸 然后我们需要把它放在一边 等它晾干 晾干了它会像石头一样坚硬 看看吧 立体名牌已经成型了 我就示范到这里了 接下来你自己试试看吧 好 我们来吧 一种新的玩法 我给你带你旁边去 接下来你 我们来带他 把你坐在那边 我来讲 你带来 我来一个销唇 那个途中心 我这种带来 那是 我来说 你一个人 平靠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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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再把乳胶涂在纸巾上 然后把它放在一边等它晾干 干了之后字母会变得很坚硬 我现在开始随心所欲地装饰它了 每一个字母都会画上不同的图案 这样效果会非常的好 首先我要在N上画上一个圆点 对不用画得很仔细 因为过一会儿我还要为它上色呢 在字母E上画一些笔直的条纹 你可以随意地去设计 也可以画一些锯齿 闪电或者曲线等等 看 L上也画上一些圆点 这儿呢 画上横向的直线 很好 设计好之后 用亚克力颜料或者是广告颜料上色 选择一种你喜欢的颜色 但是尽可能多用几种不同的颜色 因为这样可以让字母更加的颜色鲜明 我呢 先把圆点涂成粉红色 哼 其实应该是粉紫色 很漂亮 对吗 我在用紫红色 对 这两种颜色很相配 好极了 在字母E上涂上一些绿色 绿色和紫色很相配 哼 简直太鲜艳了 我把字母I涂上了橘色 注意看我的方法 先盖住原先的图案 如果你不想事先设计图案 可以涂上底色之后再来画图 看我示范给你看 从上面开始 等底色干了 在橘色上点几个圆点 哦 很不错 一开始设计图时不用画得太仔细 因为着色时可以随时修整 我把条纹画整齐了 上完颜色之后看起来就会像这样 我用黑笔描出了边线 让图案更加的整洁 你也可以在字中间加上各种的形状 比如说是星星 看 我做了一幅就是加上星星的 很漂亮不是吗 你可以随意的装饰 例如在星星上涂一些乳胶 然后你就可以 你猜到了吗 你猜对了 就是撒上一些亮粉 看看结果如何 我把它撒到这儿 然后抖掉 啊 完成了 做好一个彩色的名牌 你可以把它挂在卧房的门口 比如说就像这样吧 挂在门房上当作警告标志 浸纸入内 以免你的弟弟妹妹进来捣乱 或者像这样 做一个底盘让字立起来 这个底盘有点像足球 也是用硬纸板 报纸和乳胶 再贴上两层纸巾制作而成的 很有意思不是吗 当然了 你还可以做立体的吊饰 反正有很多很多的用途 自己试试看 做一个彩色的立体名牌吧 哦 这些作品可真棒 这真是个好点子 用小块的瓦棱纸 制造出浮出来的图画 那么不算是立体图 应该是半立体图吧 首先呢 我们需要在硬纸板上画出背景 背景的主题是随意画的 但是只画背景就可以了 我已经画好了一个丛林的背景 接着在背景上放上一张素描纸 在上面描出前景 看我开始画前景了 首先画出简单的轮廓 例如人或者动物 要画简单一点 前景要画得像卡通一样 很好 很好 记住要简单一点 就像这样 好极了 好极了 再画一笔 对 也是一个简单的卡通文物 猜对了 是只猴子 它在这 哈哈 就像这样 你可以移动素描纸 调整前景的位置 在你满意之后 把素描纸上的前景 画在另外一张白纸上 这样我们需要加上一些细节 看看我是怎么画的细节呢 先把这个人画好 好 把它的帽子加上一点点细节 很好 在这 还有它的衣服 接着呢 就可以上色了 上完色之后 把前景剪下来 剪下来呢 就会像这个样子 接着我们要剪一些小块的瓦笼纸 在前景人物背面涂上胶 记住 只需要一点点胶 然后呢 沾上一块瓦笼纸 很好 就像这样 其他的前景人物也要这么做 我已经把其他的都做好了 接着 我们要把人物排在背面上 对 把前景安排得更加协调一些 我要把老虎放在这 很好 最后来放猴子的位置 很好 完成了 就像这样 我们需要把它粘上 每一个都粘好 对 涂上一点胶 把它粘在固定好的位置上 对 还有这个 也要涂上一点胶 对 来 我们把它粘到这 很好 等胶完全干了之后 这些瓦笼纸片会让前景浮出背景 制造出半立体的效果 很不错 对吗 你可以做出任何形状的图 例如这张半立体图 还可以加上更多层的前景 就会让图看起来更加的复杂 那么首先 前景是一个足球场 前景上面还有一层球员 很棒 做个半立体图 你自己也试试看 要做这种神奇的图画真的很简单 首先画出你想要的背景 然后在上面放一张素描纸 画出前景人物 要尽量画的简单一些 等你满意之后 把前景画在另外一张白纸上 当然你需要加上更多的细节 着色之后把它剪下来 接着 在前景人物的背后 贴上瓦笼纸片 然后 站在适当的位置 就能做出半立体图画了 前景的人物会浮出背景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好好享受创作的乐趣吧 不是只有伟大的艺术家 才能做出好作品呢 翻译 字幕志愿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看